十六位候选港者 这日现身商场宣传活动 近距离和街坊见面 大会还安排了两位 Little Miss Hong Kong 带上小后观出场配合主题 而一众佳麗又应要求 在T恤上展示画工发挥创意 活动更加突切 现场观众自like佳麗选举 最终由大二十五号 庄子船得奖 兴奋的她说会将鼓励 化作动力迎战比赛 其实很意外 因为没有想过 将冠奥的街坊这么热情 但你刚才对自己的幅画 没有演义呢 幅画 其实我画画不是很擅长 然后画那个星 画得有点像羊肚 有没有想法备战 身份线要休息 还有有时候会约下朋友出街 因为都要放松下心情 在设计时就会多些休息 因为其实我觉得休息也很重要 可以帮皮肤更加漂亮 还有整个人精神一点都更漂亮 二号黄泳家 五号梁仙琦 和十三号陈晓彤 都很受现场观众欢迎 在票选中制身五强 虽然最终和掌项无缘 但亦一样开心 刚才听到的时候我惊不惊喜呢 我很惊喜 但其实我也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挺喜欢我们画的设计 就是混合了越南和香港小姐这个题目 所以我也很开心 我自己是比较多惊喜的 因为我画的幅 我画的幅平时也不是很好 但是希望画到越南的 会安古城的特色出来给大家看 所以都是开心 是不是都想了很久了 是 其实来之前已经在想 究竟有些什么 可以最代表我们去越南的这个经历 发觉其实我对会安古城 其实的印象很深刻 所以就决定将这个画面呈现给大家看 是 我和他们一样 一般是很开心 一般是很惊喜 他们一叫一叫二号就很惊喜 但也很开心 而9号潘明船 12号梁晶晶和17号王敏慈 近日就积极备战才艺表演 希望将自己的强项展现人前 我是喜欢跳舞和做一些瑜伽 是 这段时间因为很忙 没有时间去练习一些舞 我看明天有没有空去练习一些舞 比较简单 就是画画的 左右手去画不同的东西 很厉害 是呀 我是独室内设计师 然后我平时在家里 就会画一下用手和脚 因为它会放松一下心情 好啊 你什么呢 我唱的表演 我就是弹古真和中国舞 因为我比较喜欢中法文化 所以我都希望可以通过香港小姐 来表演一些中法文化的东西 佳丽门接连有负面新闻曝光 14号陈二明就被爆 不满工作人员拍摄得她丑样 疑传不和 又说她跟网民对骂 Sora也有解释回这件事 就是我那条评论呢 因为我平时跟工作人员 关系还不错 因为年龄好像也差不多大 然后我也知道是认识的人 就是发的嘛 然后我就想跟她调侃一下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那段不是说丑或者怎样 是不太哑观 因为我在吃饭嘛 然后我就说拍得好丑 我真谢谢了 是这种语气 然后我一直没有说去发火或者生气 最近港姐都有不少一些新闻思维啊 有没有看到这些报导啊 有看报导 但我们其实每一次有些负面的报导 都有同班女仔去Evaluation的 是的 有时网民就比较直接啦 但我们话说 现在你始终都是比赛中 都是说话要小心点 这样 有没有搞定他们应该怎么处理 我们会 我们会的 其实从开始的时候 都会找一些师姐和我们分享的 因为但是你每一个案例都不同的嘛 是的 而且现在你看到Soto Media 大家都这么普通 大家都会在网上里面说的 所以变成了我都会跟她说 都是要小心点的